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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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页是如图所示的大河 人手心态的全貌 有意思的是情报依旧还是不知道大河能力的具体名字是什么 有可能是白虎 有可能是麒麟 还有可能是其他 最后大河说道 除了那首歌的因素外 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原因是 如果我不能为这个国家而战 那我就不配叫自己雨天 好了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黄平 我们最近再见